接着看到来自新加坡的O-Bike无装共享单车 4月来台之后因为乱停占用机车停车格引发争议 不过现在美国的共享单车V-Bikes也要登台 8月中先从宜兰开始试营运 预计9月将发展虚拟站点 规划停车的位置要抢攻台湾共享单车的市场 可别认错这不是引发停车乱象的O-Bike 而是来自美国的共享单车V-Bikes 台湾首站就选定宜兰 我们有一个叫做虚拟的电子停车系统 那主要就是说它是用这样的一个虚拟电子的这样的一个停车装的方式 能够来去规范使用者来去做停车 最新来台的共享单车V-Bikes强调无装 暂时采取点对点的还车方式 设有虚拟站体防止随处乱停 而早一步进军台湾的O-Bike则是无站式自行车 30分钟收费4元 V-Bike则是半小时10元 而市站最高的U-Bike属于有站式自行车 车款能变速在各大捷运站口都有设站 力拼两大无装共享单车 V-Bike它属于无装式的这个共享单车 现在目前的经营情况聚集好像是先从迪安开始 我觉得两个公司的产品或者是管理的方式 还是些许不同的 如果O-Bike的做的方式就变得比较简单好操作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O-Bike还是会比较吸引人 我觉得U-Bike感觉比较方便 因为我知道它是它的点比较多 4月O-Bike进军台湾之后造成停车乱象 紧接进驻的V-Bike用虚拟友装的方式加入战局 台湾共享单车大战也正式开打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